在很多體系裏面都會講的 其中大部分都是說 我們現在的意識層面可以想到的東西 其實是佔了我們整個人的心靈的4% 就是你的腦袋可以想到的東西 或者你可以認知到的東西 或者你的頭腦可以去平時日常去想的 就是佔了你這個人的4% 那你96%是你不知道的東西 我們稱之為潛意識和無意識的層面 我們很多時候會將一些我們不想要的情緒 感覺或者是一些我們覺得是不好的東西 關於我們自己的壓下去 有些東西我是接受不了自己的一部分 那你就覺得我不想是這樣的 那我們女人我們不想覺得自己醜 我們就會化妝 將自己不漂亮的那些遮掉 其實潛意識可能就是 其實我們對我們自己的不喜歡的意識 動作和化妝是差不多的 如果在潛意識下 可能我們就是塵粉 遮瑕 把我們不想要的那些東西遮掉 那你照鏡的時候好像看不到 但是它仍然在這裏 那這個就是潛意識那部分的東西 那無意識是什麼呢 就是無意識可能是 無意識可能是 去班我們說的女人 女人多我不要介意一下 那你那些班 就是我聽過美容師說 是一個皮下的 是不是 看都看不到的 就是你那時候 Durston 訪問 怎麼仔細看都看不到 甚至你是想像不到它存在的 那我們說的 我們的人的96% 都是你的潛意識和無意識來的 那如果你是有興趣去看自己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你潛意識的某些東西 因為你多少都有一些感覺 但無意識就好像你底層那些班 你怎樣照都照不到 直到你用激光去打出來 它才會浮出來的 那是東西來的 就是我做一個比喻 但是你想想你自己本身 你是有96% 你是不知道自己有的 如果你是平時沒有那個習慣去看你自己的話 我可以說看我自己不是說 看你自己是什麼樣子 穿什麼衣服 那就是這種表面 因為表面我們可以說的是意識層面的東西 你可能都知道 你自己穿什麼樣子 頭髮什麼顏色 是不是 但是我想強調就是這個課程 並不是只想教理論給大家 不是只想講一些道理 好像大家以前上課學習中英數那種教法 我們是更加想把體驗交給大家